假日來開箱新竹南鳥雲港的波光市集 2021年開放至今 雅各呢,趁著假日來到這裡 一探究竟為大家做最前線的開箱模式吧 首先呢,我們先從外側的波浪型建築物開始說起 首先我們看到波浪型建築物呢,主要是以海浪的波浪為整個所謂的造紙 營造出波浪的氛圍 外側是大量的人形波磚出起霧來,算是平原 這個攤位呢,其實有70多個 它主要是連接這裡的漁港 水產自銷自營中心旁邊的一連串的設施 所以你可以安排一個駕駛人 如果旅遊時空,來聊漁港放風針喝咖啡 來到這裡,我們來吃個小東西 那我們來這邊,就是來這邊開個箱 看看到底裡面究竟是什麼樣吧 然後跟雅各順著迷路線前進 疫情期間啊,這個人潮是出入境都有管制的 光市集啊,它開放的時間是 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以及國定假日 一夜時間是11點到晚上的8點 但假日時間可以到比較晚一點到9點 外面呢,有一個假日豬奇的這個攤販 有興趣可以來騎家族 走路,這個市集裡面呢 你可以再花大量的這種炸物攤販 製造他們的攤位還蠻多的 有各種海鮮炸物 以及烤物 這個裡面70個攤位 主要就是以這兩種為中期 要搭配一些像是飲品、飲料、甜點 這種常見的 攤販為主 它至於比較特色的這種攤位 我目前實在還沒有看到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燒酒樓 你可以幫我注意一下 看看這邊哪有什麼 光了一段時間還沒有發現 你要注意到這裡的建築物 雖然它是以海浪為造景的方式 但它對建築結果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你看它上面也是有清水模之外 它周圍也是以仿造木頭的一種色調 其實是一個堅固的 金屬自駕支撐整個整體的結構 好棒耶 人潮非常擁擠 所以前進的時候要多一試判八方 與其穿梭其中的小朋友 沒有 波方式級 它的結構 如果從高空俐瞰的話 你也會類似這種 每種奇心形的結構 它並不是織條形結構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能一下 他一直拐一彎 那不要擔心走出邊 其實是走出對的位置 那我們一路看看就是炸屋 然後炸啊 炸啊 炸的像是那個土土魚啊 還有一些常見的炸屋 雞蛋糕耶 這海邊還蠻多看到這種常見的炸的食品 那當然還少不了這個烤魷魚 還賣豆花耶 那這炸的炸屋一定口渴 那你一定會想到要喝一杯飲料 吃個甜點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時候回到現在吃個豆 配個炸屋 喝個飲料 再去放火木蒸的行程 賣香腸 一樣啊 如果我沒有特別說明的話 我們也覺得這邊湯英味 其實像半水老街這種 餵某事 看到人家這樣的發覺 到這種很熟悉的感覺 臭臭虎啊 那我們走到最一圈之後呢 大概就要知道我們要吃哪些東西 當然有什麼樣推薦的也歡迎在各位民區 跟雅哥分享一下 今天吃了喝什麼 雅哥換完 霍光四集的心得是覺得說 這裡面的東西 充滿有點高 東西算是精緻 但是價格並不算是便宜的地方 當然有些老味道啦 還是建議到那個水產中心裡面去吃 或吃到老味道 這邊吃的東西比較吸引 或者說可能比較燻鳥有點少一些 那喜歡吃的最重要的 炸物呢也是一樣 喜歡吃什麼呢 再來吃完炸物 也是一個關正的行程 人潮也若意不絕 烤肉魚也是常見的烤物 但草還是一樣多 那我們繼續遇到 市集上方的水泥 差不多都有之後 它會慢慢變成比較灰色的樣子 因為現在還是 剛剛開了沒多久 夜晚的時候 燈火通明 燈光打亮的樣子 並有一番 的雨Y的 doświad 不過它能營晚到山窦 晚上八點 能朝一九 這裡的停車會並不是非常多 took a while 那我們今天的雅各的曝光事情探索到這邊 如果喜歡雅各的開箱影片 你可以訂閱或點讚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的旅行見囉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